你好,我是法政會司的召集人,問號政律師 相信朱經緯這個名字,大家已經皆知何聞 不是因為他有什麼風功遺跡在警隊裡面 有什麼大標柄的整跡 原來是因為他在佔中運動時 有一段短片放上網風傳之後 就成為了一個風雲人物 這位朱經緯警司,現在已經不是了 因為他已經退休了 其實在影片來說都看到 當時是沒有人有任何作出任何的反抗 他也不需要使用武力 但他也非常勇武地把警棍揮在路人身上 那些不是示威者 事發的一個男子鄭先生 後來就向警察投訴科投訴 而個案經過調查之後 也在監警會裡有一個討論 結果出來了,似乎偶打指控成立 但是警察似乎都有一個相反的意見 於是他也花了一些時間寫一份報告 由律政司去定奪 而報告奇怪的地方 就是他覺得今次是不成立一個刑事因素 原因是因為第一 朱警司是沒有特定目標去攻擊的 第二就是因為他執行職務 這兩個似乎我們高估了警察對法律的知識 一個普通的明顯的行為 警察執行職務的時候 第一,是要考慮需不需要用暴力 第二,是看環境下是否一個合切、適切的暴力 似乎在那個影片中看到 似乎這兩者都不能夠成立 所以我這裡懇請警方重新再去檢視 究竟是否應該向這位他之前的同僚朱警司 作出一個刑事的檢控 這些這麼簡單的一些案情 我相信不需要勞煩這個律政司給意見 監警會也都有他的意見 他們都沒有錯得去哪裡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似乎不要給公眾有一個壞的印象 說你是在包庇自己的同僚 如果不是這個意圖的時候 就更加應該盡快去作出這個檢控 就正如其他的案件一樣 可以很快、很速地、果斷地去執法